每一个时候都有它每一个时候的热门的东西 流行文化 这个流行文化主要是体现在吃方面 最近呢我们国家是饱受欢迎的这个辣条啊 居然都改名字了 都用上了这个以前火锅的电视剧的包装 你看像爱情公寓啊 这些都登上了这个辣条的包装 肯定人家得到授权的是吧 尤其是这个花千古这个名字 也是一个那条的包装就看着都有食欲啊 看着都想撕开来吃一下 确实现在这个流行文化很有意思 以前这个环珠格格火爆的时候 说这个塑料盆塑料脸盆上 全部印着赵薇的大眼睛 是吧都是赵薇 当然洗脚盆也可能是赵薇的形象在上面 一点不讲究 所以我以前做广告的时候呢 也曾经有人说这个垃圾桶 垃圾桶想用上一个某个热门电视剧 或者说用上某一个女明星的形象 去做一些这个别的叫另类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宣传 把它印在垃圾桶上 想想这种事情就是不太靠谱的事 但是现在你说辣条这样一个非常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啊 却被这个流行文化占领 当然作为影视艺术来讲 有必要输出自己的IP 有必要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 我在做电视剧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一位商人 他跟我要求使用我们的电视剧的IP来做什么呢 做酒店 他的酒店的名字就要用电视剧的名字 然后酒店里面的每个房间都是参与的明星的这个房间 就你要去去住这个赵薇的房间啊 你要住什么杨幂的房间 你要住谁谁谁的房间 就不是101205了啊 反正就想用这样的名头来做 这个事呢 确实创意脑洞是蛮大的 但是人家明星不干啊 虽然电视剧可能乐意去授权给你 但是你把房间都用上明星的名字了 人家肯定不乐意的事 但是确实这也是一种匪夷所思的想法吧 当然IP的输出肯定应该是照顾大家的情绪 有的戏确实也不适合坐在蜡条上